在巫统主席拿杜斯里阿莫扎西宣布撤回对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支持之后 这个月底召开的国会会议一度被视为是各派决定的决战之巅 然而随着事态发展疫情跟着恶化 评论员如今认为726国会会议估计只是一段过场程序 不会有重大表决 更不会上演首相不信任动议 预料我国政坛阵线还会延长到年底的财政预算案 万众瞩目的国会会议将在一个多星期后登场 政府提升紧急状态法案 会否出现首相不信任动议 这些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不过时事评论员潘永强和公正党副主席郑立康 昨晚出席龙雪华清主办的线上讲座时 不约而同的点出 这场特别国会不会有看头 真要推翻首相政权 估计还得等到10月的彩案现场 在统治者的压力之下 他已经超过半年没有开会 他必须要有一个走过长的这个过程 可能不见得会有重大的一个表决或者是变化 那么我们也不用期待说会有不信任案这个动议 或者是信任动议 都不可能会出现 因为这个议会还是由执政党或者是这个议长所主导的 郑立康认为 木桐主席阿莫扎西撤回对首相慕尤丁的支持 这也意味着彼此不再有谈判空间 简直是将首相逼上墙角 但慕尤丁也不会坐以待毙 很有可能在幕后酝酿绝地反击 木桐主席肯定会去出招了 包括就是对刚刚我们看到 他们让这个Benzuang注册 为什么现在注册 为什么让Benzuang现在注册 为什么之前不让注册 现在突然间让Benzuang注册 然后开始有在谈 老马要担任这个什么复苏计划 要担任这个职位等等 老马讲如果我担任的话 我会立刻辞掉我的胆子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都知道 很多东西是在幕后教育 幕后在酝酿着的一个事情 基于疫情升温 从而延长慕尤丁政权的寿命 但潘永强认为 慕尤丁试图异样化葫芦 启动紧急状态控制异议 结果故此失彼 方间反弹声浪不曾停息 就连好好处理疫情的机会 也白白糟蹋了 他的白笔就是他的紧急状态 并没有为他带来解决疫情的 一种正面的效果 并不如他所宣称的 有紧急状态就可以用来 强力的去处理抗议的危机 所以这些都会造成 他这个紧急状态最后是成为一个输家 或者是没有办法再冻结这个国会 评论员认为慕尤丁的权力巅峰 已经走向末期 前景堪忧 如果我国的疫苗接种计划 能够保持势头全速前进 预料年底可达到一半以上的人口 完成接种疫苗 而这也意味着 闪电大选估计也不远了